美國國家安全局局長阿力山大出席參議院的網絡安全聽證會 是自從當局秘密監控計劃曝光後首次公開露面 阿力山大說當局透過監控公眾通訊紀錄 在本土和海外成功制止了幾十宗恐怖襲擊 不過就沒有透露這些潛在恐襲的細節 又強調在維護國家安全的同時 亦都致力保障國民自由和私隱 他指美國的能源供應、電訊設施 都沒有足夠準備應付破壞性的網絡攻擊 如果要1至10分評分 10分代表有充足抵禦能力 美國只得3分 對於參議員關注前中情局職員斯洛登 是怎樣拿到機密資料 阿力山大說會徹底調查 又否認斯洛登聲稱 華府有能力竊聽幾乎所有美國人的電話和電郵 香港寬頻電視機者金營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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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